在加拿大,買賣房屋時 買賣雙方並不會碰面 都是靠房屋經紀作為橋樑 來進行談判和溝通 這樣會不會給房屋經紀 操縱交易的機會呢? 經紀們是否都能遵守 行業規範和專業操守呢? 而房屋經紀又會不會為了 賺多些錢而損害客戶利益呢? 採訪人員假扮買家進行調查 發現了驚人的事實 請留意星期一晚10時的 26分鐘見證實錄 做出壞了 煌雕